各位弟兄姊妹 早晨 展来平安 今天是什么日子 在聚会之先 祈祷之先 我想大家轻松一下 好不好 不是说我们不庄严 崇拜不庄严 不是 我想在之先 我们有个互动 互动大家知道就是 不是就是我说 我想大家有点回应 好不好 大家经常听见我在领会的时候 我很喜欢说 展来平安 我是学一个人的 大家知道小朋友都学大人讲话 我们大人都有学人家讲话 有时我们学传媒 或者学电视剧集 不知某某人 我们学习惯他讲话 大家知不知我学了哪个人讲 子内平安 我学了哪个人讲的 那句话 大家讲 在圣经里面有的 正正正式式是主耶稣 他一复活了 他向人显然的时候 他向玛利亚的妇女 和他在门徒 他第一句说 主耶稣讲什么 大家知不知 我学他 大家知道主耶稣讲的那句 一出口一讲一句 圆你们平安 主耶稣常说 要我们平安 他给我们平安 是喜乐 今天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想大家 看大家有没有注意 或者眼睛很濕 大家看到大堂有什么特别 除了这个 就多了一个 多了这个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一会儿是英文部 他们插花的 插上去 插上去 这个木头 我可以叫它是木头 这是圣经讲的 樊瓜在木头上 是受周座的 这个十字架 其实本身 是一个凝具 是一个丑陋的东西 但是一会儿插上去 是 是漂亮了 很多花 但是他没有了一样东西 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他就已经插上去 一会儿这个十字架 有一样东西没有了 是有花而已 没有了什么 大家知道吗 very good 就是没有了子耶稣 为什么没有了子耶稣 是的 这个很重要的 子耶稣不再在十字架 所以有人说 天子教 那些教徒 他经常对着 那十字架 耶稣仍然是 丢着在那里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的主耶稣復活 所以天使 对阿玛利亚来说 他就去坟墓找 所以天使说 你找活人 为什么来坟墓 坟墓是死人 坟墓不可以困住主耶稣 十字架不可以 永远针住耶稣 主耶稣復活 感谢主 现在我们用一分钟 我们自己各人安静 预备我们的心心灵 进来敬拜 我们用一分钟 大家安静 在主上 靠主 预备我们的心灵 好 大家预备了 底头 为今天的聚会祈祷 是我的恩主 我们是救主耶稣 我们是奉祂耶稣的名利聚会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 我们要欢喜快乐 你叫我们 因为今天是復活节 是我们纪念我们的主 你在二千多年前 你为了我们的罪 你担当我们的罪 上了十架 但是你三日后 七日的第一天 主耶就是今天 你就是復活了 你证明了给我们知道 你是一位活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是活着的 是得性的神 主耶 感謝祢 祢给我们能够做到祢的儿女 祢说祢的復活带来给我们的盼望 带来给我们信祢的人 我们得復活 主耶 今天我们欢喜快乐 在一起 祢敬拜祢 主耶 祢感谢祢 因为祢的保协 已经洗剩我们的罪 遮盖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能够被清移 我们坦然无忌虑 到祢的诗恩的宝座前 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 我们的敬拜 因为祢配得我们敬拜的神 荣耀的神 全世界的人 万失都要跪拜祢 都要敬拜祢 主 今天我们弟兄姊妹 一起在一起 我们唱诗歌 我们读经 我们听道 主 求祢一一结纳 主 求祢用祢自己的华语 祢的诗歌 诗词 去感动我们 祢的华语打开我们的心门 进入我们 主 今天有祢自己的仆人 苏牧师的正道 求祢使用祂 用祂所说出来 是祢自己的说话 让我们听了 我们进入我们的脑袋 以及进入我们的心里 你说黑在我们的心里 主 感谢祢 我们将今天整日的聚会 的程序 一一都交在主手中 你是在我们当中 做我们的子席 作王作主 我们纪念到 还未来到的弟兄姊妹 求祢保守祢的脚步 我们来到的 求祢安静我们的心 专心地听祢的说话 去敬拜祢 感谢主 我们将今天整日的聚会 从头到末都交至手中 祈祷謝恩 是奉靠救子耶稣 明治以求 Amen 现在我们将时间交给领诗 大兄姊妹 请大家迎站立 我们来唱首诗歌 大兄姊妹早晨 富贵快乐 感谢神都保守我们 经过这个长周末 在长周末里面 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唱首诗歌 宝贵十家 在诗歌里面 他说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们写 你的宝月为我们留 我们唱首诗歌 宝贵十家 主耶稣我感谢你 你的身体为我而生 带我从黑暗进入光明过渡 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野稣我感谢你 你耶稣我感谢你 方天带我感谢你 鲁宝贵十家 鲁宝贵十家 她自我身体拥有 尽我承拥有 我扶负祭拜祢 奥会是这地主恩 是祢所义的愿 祢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身体 为我而生 带我去黑暗 进入光明国度 使我再只能看见 主耶稣 我感谢祢 祢的宝血 为我而生 奥会是家乡 一支安眠永留 使我完全的自由 奥会是家的恩 使我生命 主耶稣 我父父亲拜祢 奥会是家的主恩 使祢所义的愿 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正确 第二首诗歌是 歌颂復活主 哈利路亚 主耶稣 已经奉门了 奥会是家乡 一支安眠永远不会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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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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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帮祢再来的话 我们仰望祢统一的太阳 耶稣 耶稣 用神圣地而知 耶稣 耶稣 我的救赎主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我心中拔光 耶稣 耶稣 用神圣地而知 耶稣 耶稣 我的救赎主 耶稣 耶稣 世界的光 耶稣 耶稣 我心中拔光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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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世上的光 耶稣 耶稣 是我们的心所盼望 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耶稣 耶稣 耶 好像刚才有诗歌 宝贵十架 不是十字架宝贵 是因为有耶稣曾经在十字架 所以万物都一定要有耶稣 我们全福音都是 如果全福音不讲耶稣 是没有福音讲的 感谢主 现在下来我们读今天的经文 是约翰福音十四章 一到六节 经文不是很长 我想大家和我一起 慢慢清楚地读出来 约翰福音十四章 一到六节 大家一起读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自慈 若是没有 我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然是为你们移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移备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那里去 你们知道哪条路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那里去 怎么知道哪条路呢 耶稣说 我时事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乎那里去 现在再来是有特别的献诗 有特别的献语 有特别的献语 你一般永恒将成财献 随了时光 你被你身躲 得胜害的相恨与宗间 耶稣 你是我的主 依然有能力 伴我心中 我无安的 都在亚相抹 传入宣传 都能变老长 主耶稣 祢是父母 祢是父母 耶稣 我的一样保护 耶稣 耶稣 我的一种 耶稣 我的一样保护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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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种 耶稣 我的一样保护 耶稣 耶稣 我的一种 耶稣 我的一样保护 耶稣 耶稣 我的一种 耶稣 我的一种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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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种 耶稣 耶稣 我的一种 这样什么 在每一首歌 我便便当做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两个东西 你是我的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送你一样花 你是我的一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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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福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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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有什么復活的证据 给我们去看看 我们思想这个问题 来确定我们知道 耶稣是復活的信心 但是可能在第一世纪的人 尤其是在耶路撒冷 在犹大这个地区那些人 可能他们就不需要去看这些证据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 是真的亲眼目睹这些事情 耶稣也曾经向很多人显现过 他们知道耶稣復活的事实 但是对于一些远 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 譬如外邦人的地方 那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 就有一些人去疑惑到 耶稣有没有復活 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就去帮他们讲到耶稣基督的復活 去谈论这个问题 或者讲一些证据 但是对今天来说 我们都很多次听了这些 讲耶稣基督的復活的证据 今天我就想在这个復活节的精神 我们想讲一下復活 带给我们的一些盼望 我的主题就是 真的会再见 可能我们有一天 我们会帮我们的亲人说 再见 他要离开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会再见 这个就是復活节 带给我们的一个盼望 一个信息 在这个最后一周里面 在我们刚才读的 以后的福音第十四章 其实是连续是第十三章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都是在最后这一个礼拜里面 耶稣帮那些门徒聚集的时候 帮他们讲的信息 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上文 有什么带出 刚才的这一段话 最先就是在第十三章 三十三节那里 就是耶稣帮这些门徒说 其实耶稣之前 已经很多次帮他们讲过 他说有一天 他会离开这些门徒 他会被人家拉去钉十字架 但是那时候 那些门徒好像不是很领会 到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 耶稣又再提 他说我要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够到的 这样的一句说话 就令到十二个仕途里面 这个时候 他在最后的晚餐里面 犹大已经出去了 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 你们不能够到 那讲话最快的是谁 就是彼得 立刻就想了 他说主啊你去哪里 那耶稣就回答他 这个就是在第十三章 第三十六节开始 那这一小段 就带入去第十四章 这个第一节 这个主耶稣的说话 彼得问耶稣 你要去哪里 耶稣就回答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够去 但是后来你一定会去 彼得就说 我现在不能够去 主耶稣说 我帮你去死我也肯 有什么地方是不可以去呢 这个时候 彼得或者他不是在那里 誓言旦旦旦的 但是这个是他的真情 耶稣说 帮你去死我也行 有什么不去 有哪个地方不去呢 如果有朋友帮你一起去 你在那里等一会 我去那里有些事 我帮你去死也行 有哪个地方不可以一起去呢 就是这样 那么 主耶稣就说 你帮我去死也行 我告诉你 今晚 鸡叫之前 即有鸡蹄的声音之前 你会三次不认我 你会有三次 因为顾虑到你自己生命的安危的时候 你否认你是跟过我 你否认你是认识我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相信 这十一个门徒 立刻忧愁起来 耶稣可以在他们的面容里面 看到他们的忧愁 可能这十个门徒 去想 我们的大师兄 坚耶稣说 他都会否认主的话 那我们这十个 不用说了 连大师兄都会失却勇气 我们的胆在哪里来 所以十个人要忧愁 而彼丹是更加的忧愁 因为耶稣说 你会三次不认他 在这个时候 耶稣看出他们的忧愁的时候 就安慰他们 因为他们的心里面想到 耶稣是我们的心灵 的支柱 耶稣在当时来说 可能是他们的心里面 有一个 耶稣是我前途的靠山 因为他们当时还未明白 耶稣会钉十字架服 这些东西他们未明白得了 他们只是想 耶稣有一天会带领我们 去复国 如果复国了之后 我们坐左坐右 做宰相 做部长 他会想到耶稣是我前途的靠山 现在我前途的靠山倒了 现在我心灵的支柱又没有了 不忧愁怎样呢 忧愁其实是人之常情的 有没有谁没有忧愁过呢 多小的分别 一定有忧愁过 忧愁有时是我们一种情绪的表现 有时稍后会过去 如果那些事不是很大 但很多时候 忧愁都是表现 我们缺乏信心的情况 要消除这些忧愁 就是要恢复我们的信心 重新建立我们的信念 这样就能够是最有效的 消除忧愁的方法 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 可能谁不知道 谁想忧愁 谁不知道 不要忧愁 但是耶稣说了三个理由 第一 你们要信神 这个话本亦是你们信神 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 它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 意思就是你们要信神 你们都要信我 要相信神 要相信主耶稣基督 在我父的家里面 有很多的住处 如果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 我可以为你们预备地方 意思就是 在我父家里有很多住处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如果没有玩 我需要什么帮你说 我会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想帮大家思想 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一到第三节 几个字句 一些字意 在我父的家里 耶稣说出 你消除丘仇 要信神 要信我 还有一样要信是什么呢 而信盼望 在我父的家里面 有很多的住处 这个家是什么家呢 这个父的家 就是天家 即使是天堂 耶稣将天堂 说成是他父的家 那家是什么呢 当你想到家的时候 你会想到一些什么呢 很多年前 在伦敦 一间的报纸馆 一份报纸 他们就 举行了一个比赛 征求 哪一个人 写出家的一个最好的定义 就是你解释家 你用一句话 你将家解释得最好的德掌 最后那个德掌是什么 是怎样写呢 Home is the place where you are treated the best and complain the most 我没有那个中文版 这个是英文的书里面 家是什么呢 家就是一个 你会得到最好的款待 但是又是你埋怨得最多的地方 同不同意 我们都是过来人 我们家里受好的款待 不过我们就很容易complain 很容易埋怨 除非我们自己一个人住 那我们就无得complain 有时我们都会 可能会complain 一幅墙 可能会不断灯 另外有一位诗人 叫做Robert Frost 他就给家有另一个定义 Home is the place that when you arrive there they have to take you in 家是什么呢 家就是一个 当你去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接受你进去 家就是那个地方 当你回到那里的时候 一定要开门给你入 就算那个是五逆仔也好 五逆女也好 那个父母都是要怎样 都是要开门给你入 那个就是家 如果一个我们三不识七体练去 我又好像害怕的时候 去敲教堂的门 那我给不给他进去呢 我们可能真的要看情形 试过我都未开门 就冲了进来 冲了进来 走进去我们的房里面 你找谁 去看看上面的架 我找你们教好的牧师 我说牧师不会放在架上 那你就知道他进来做什么 但是家就是 无论那个 那个儿子啊女儿啊 那个哪一个人都好 是家里面的一份子的时候 回到来就要开门 耶稣说 在天堂 耶稣将它形容为父的家 对于耶稣来说 天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存在的地方 它不是一个宗教信仰 想出来的一个产品 它也不是一个心理自我安慰的 一种的想象出来 这个父的家 是当我们去到的时候 一定要开门给我们 一定会 take me in 当约翰 就是仕途约翰 他描述到天堂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形容词去形容 因为没有人去过天堂 没有人见过 他只是在异象里面 他见到神带去将来的天堂 拿什么来形容 让地上的人明白 所以只能够说 那个街是黄金街 今天我们的街是什么铺 石铺 如果落雪的地裂了之后 现在一块石走出来的时候 脱了出来 那你走过 你会见到一块石 你会怎样呢 哇 石 那你会收回家 值钱 会不会 箭石就收拾 那块石头就不收拾 可能你要踢开一边 不要弄傷人 但是约翰说 在天上 那个街是黄金铺的 在天上 黄金最不值钱的东西 有铺地 还有那个城墙是什么呢 不是拿钻砌 不是拿灰白的 是碧玉城来的 他只能够拿地上最宝贵的东西 他说在天上都是很等闲而已 最后可能约翰都觉得 哎呀 我真是慈穷言绝 都不知道怎么形容天堂 他只能够说 有一样东西天堂没有的 天堂没有的 有几样东西 天堂是不会有忧愁 天堂是不会有痛苦 天堂是不会有眼泪 天堂是不会有疾病 天堂都不会再有handicap 因为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 天堂还说一样 天堂不会再有黑夜 你怕不怕黑 我不怕黑 你不怕黑 你怕不怕黑仔 在天堂连黑仔都没有了 即使说因为就座已经被烧除了 又怎样会再有黑仔 天堂是没有黑夜的了 他只能够说天堂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 他只能够这样形容 还有保罗他怎样说呢 他都是有三层天的经历 他都只能够用四个字 天堂那个地方好得无比 只能够这样说 天堂对于主耶稣来说 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对于约翰在异象里面见过 对于保罗在异象里面见过 他说那个地方好得无比 那个地方不再有就座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比较 好得无比 主耶稣说 在我父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 住处这个字 都值得我们留意 在这个地方许多的住处 这个字许多是一个形容词 住处是一个名词 一个住处 但在同一卷书样方向里面 约翰都很多次用同样这个字 是用一个动词的形式 就是说同住同在那个意思 比如他说到 当他说要离开那些门 很优秀的时候 你们不用优秀 我会要求父之天父 就会猜派圣灵帮你们 同在或者同住 圣灵来到的 就要帮你们同住 是时时刻刻的 不是等着上天堂 所以现在就住在我们里面 做在我们身边 事上帮我们同在 这个字眼都是同在 所以天堂 门徒听到主耶稣说的这句话 在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住处 门徒在父的家里面 有那个住处 即是说是有父神永远的同在 圣诞节的时候 我们一讲到耶稣 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是什么呢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主耶稣说 在我们父家里面有很多住处 就是神永远帮我们同在 这个时候就是以马内利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完全的实现了出来 从创世纪开始 神创造人类的时候 就是要帮人同在 但是人选择了犯罪 失去了这种同在 将来那个救赎 这种同在的原初的旨意 终于得到实现了 这个是住处 还有一个字就是预备 主耶稣说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我就会再来接你们到那里 我在那里 你们都在那里 这个是同在 那么预备 你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耶稣要预备呢 是不是他的计划都不周长呢 或者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 所以要等到完成了十价的救恩 这样才要回去预备呢 但是另外一个地方 当主耶稣说到末世审判的时候 一边是绵羊 一边是山羊的时候 他就帮那些 进行神知的人说 你来享受 我父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 那个是从创世以来预备了 为什么主耶稣说 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然后我会再回来接你呢 其实这个预备是一种比喻的形式 表示 他一定会回来 再加上如果用平时我们预备 哎呀 我有个亲戚说 下个礼拜来探我们 哎呀 怎么办呢 你跟着立刻想到一样什么 收拾屋 哎呀 我要预备 这个预备就是我要收拾屋 除了说要请假 要预备一些时间 最重要的想法是收拾屋 如果突然间 哎呀 有个人拍门 我想来你家坐 或者打电话 哎呀 我在你两条街之外 我来你家坐 哎呀 死了 我哪有得及来收拾屋 我们要收拾屋 但是神需要不要去收拾屋 主耶稣需要这样做 圣经里面说 主耶稣帮神一起 创造这个天地万物 创造是怎样创造 用说话而已 命有就有 命立就立 再不是叫天使长去做 扮一扮天使去做就行 不是 不用天使长 一句话就行了 那么耶稣说 要有光 马上有光 海里面要有鱼 马上有海鲜 天空有菲尿 马上有鱼甲给我们 耶稣说 执 那便立即执好了 不是执一执 是执好执 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了 耶稣说 我要去预备 其实就是说 欢迎 和耶稣说 我一定会回来 这个预备就是 跟着一定发生 一定会回来 所以这个时候 对于这些门徒来说 哇 那个是父的家 那个是一个永远同在 有神同在的住处 那个是一个预备好 一定回来的 一定欢迎我们的 这个对当时那些 忧愁的门徒来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消息 有什么好消息 比这个福音更加能够安慰 当时那些门徒 忧愁的心 有什么更好的消息 可以给我们一个更确切的盼望 但是这条路 这条通天的路 是怎样的 正在想着的时候 耶稣就说了一句 令到门徒都很惊讶的事 他说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你们都知道 哇 那条路我们知道 刚才比特都问 你去哪里 都不知道 为什么奸主耶稣说 他们知道这条通天的路 所以他们在惊讶之业 这次到多玛快手 多玛就问了 多玛说 主啊 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里 我们又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我都不知道你的目的地 我怎么知道走哪条路呢 是不是 这一句话就被耶稣 带出了这一句很重要 而我们又很熟悉的说话 耶稣说 我就是那条路 我就是那个真理 我就是那个生命 这里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你看英文版 就是在那个希腊文里面 因为我们中文很少用一些 定贯词那些 但是英文会有 以外文有 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这一条道路 我就是这个真理 我就是这个生命 用了一个指定贯词 指明 我就是这一条路 只要说 将全部其他的路都拨开了 我就是这一条 唯一的这一条 可以通天到父家的那一条路 所以说如果不是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如果你看天主教 诗高版圣经 他说 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 除了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除了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个是唯一的 一条路 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 耶稣又说另外一个说话 耶稣对忧伤的 马大 马里亚 说 因为当时他们的兄弟 拉撒路死了 这两姐妹认为 耶稣连迟了 他们很伤心的时候 耶稣就帮他们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诸书是很确定的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死了 死这个字 有时候我们不是很喜欢讲 我记得小时候 新年的时候 不要讲这个字 读书的时候 我小时候读书 读 头过几年 读广东话的那间学校 就没转去读国语 读到这个字的时候 读书教是怎样读的 不是读死了的 是屎了 你给什么 屎了 好像说的 不是草州话 什么话都是 圣经又不是说 不要讲死 讲屎了 不是这样 圣经是用过什么字 睡了 圣经又说 死是用睡觉来做一个形容 那睡觉是怎样的 昨晚你有没有睡觉 当然睡 不睡 现在睡 那你睡觉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 明天我能起不起身呢 有没有哪一晚你睡觉 你说 明天我能起不起身呢 不会啊 有时候我们说 明天我能起不起身呢 那你能起不起身呢 就不是去不起身那个 说到我们说 我怕不起身之后 我不知道醒 我睡了 那又怎样做呢 教闹钟啦 要不叫你个honey 叫醒你啦 熬醒你啦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不会 我们从来我们没有想 明天我会不会醒 醒不醒得 我们只是睡觉 我知道我明天一定醒的 只不过是早点醒 晚点醒 知不知道合适中数去醒 我明天很紧张 有个约会 或者我明天要早点 上班去加班 那我们就交闹钟 我们从来不会想到 睡觉是不可以醒你的 我们的肉身的死亡 在圣经里面的良缸 就是这样 我们睡了 我们会醒的 主耶稣说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所以圣经就用睡觉 来比喻死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听我们这个人 去到我们生命最后的一刻的时候 我们不是死了 我们不是原了 我们是都要复活 我们是真的会再见的 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介绍一个见证给大家 这个见证是这本书里面 林以洛牧师篇著的 这本叫做再见 再遇见 再见 又再再见 所以用多一个字 再见 再遇见 这样讲到一对夫妇 这位夫妇 太太叫做 佩萍 丈夫叫做智超 金字哪一个刀 那个超 阿平 阿超 他们在1991年的时候 结婚 先生 智超是一个货车 货柜车的司机 每天之早四点几钟 他就要起床 就上班了 他全力承担 家庭里面所有经济的支出 他太太都不需要去做工 只是顾住家 他们两夫妇非常恩爱 时尚出商入队 买菜都要拖着手去买 好恩爱的一对夫妇 1991年结婚 但去到2010年 知是多少年 就来20年了 1991、01、01、01 那是20年 2010年 即是19年之后 一个夏天 即是8月的时候 阿平就觉得 先生有点不同了 那是越来越瘦 望望望望望望 他左边颈的淋巴结 又肿了上来 那先生 哎呦 我老公 真的要去看看医生 不要一直在这儿 做得这么忙 做四点多 起床就出车了 开货柜 赛斯基 可能很忙 走的时间很长 那他去验了 结果呢 就知道 他患了肺癌 第四期 第三个阶段 而且 癌细胞 已经去到脑的地方 那这个 我晴天辟的消息 令到这对很恩爱的夫妇 非常严受 那这个太太就说 叫她 老公 你不要再做了 就算做都要不要做这么多了 你不要这么劳累了 你在家里休养 我去做 我去承担 家庭 经济的需要 这个先生就要接受治疗了 当他接受治疗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去到医生里 见过医生之后 他走出去 医生就叫他太太留下来 那你就知道 这个阿超知道 肯定是有些不好的东西 说的了 在外面等了一阵 太太出来 都不用问了 见了太太两行的眼泪 两个人就抱在一起 痛哭了很久 他们要开始一个 很艰巨的抗癌生活 那这个时候 幸好有教会 很多的弟兄姊妹 就时常去探望 自超 虽然她未信主 只是阿萍 就是这个太太上主 那时常去探望她 甚至就去陪她聊天 当这个太太翻了工 那教会的弟兄 又去陪她 弟兄走了 又有姐妹 来帮她做其他的事 不单在感情上支持她 甚至在经济上都肯支持她 这个就是家的感觉 在这个癌症里面 很多弟兄姊妹 有关心 和传福音 终于这个自超都 决自信了耶稣 有一样不同的 就是这个太太见到 当她相信了主之后 她的人变得不一样 她开始对死亡 她变得 就是对生命有一种积极 去到这个绝症 有一种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 她的生命斗志很强 接受各种的治疗 15个月的抗癌生涯 到最后 很多都不行的时候 医生说 要再用一种新的药的时候 这个自超就决定 她经过考虑之后 她说她不再接受任何的治疗 就是注意自己的饮食 休息 这样就算了 知道都不行 就不再去做什么抗癌 什么了 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个太太就时常陪着个先生 所以她说 以前我去探访别人 或者别人病危 好像很远距离 当然自己的亲人 是一种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 她见到好像死亡 一步一步来 迫近他们 但是她先生的态度 因为心里面有了盼望 而是很积极的 她甚至在病房里面 去帮其他病友传福音 来帮人祈祷 到了十五个月之后 有一天 教会的弟兄姊妹 就来帮她庆祝 因为医生都说差不多时候了 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 来帮她举行一个 你知道是什么会 欢送会 原来再过几日是太太生日 她就很辛苦写了三个字 在生日卡给她太太 你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吗 我爱你 寄给你太太 那护士也帮她太太说 照我过去服事 这病人的经验 过了几日之后 那个欢送会过了几日之后 一个护士就告诉她 根据她的经验 可能今天就是你先生最后一天 那你听到的时候 叫了家人来 那你先生都没办法 睁开眼睛 只见到她的眼一路流眼泪 很不舍得 大家都还年轻 这个太太就在先生的耳边 轻轻地告诉你 你为了我 你已经挣扎了十五个月 你很辛苦 不如你现在放手 如果天使来接你 你就拉住天使的手 回去父家 我会好好照顾我自己 我都相信天父一定会照顾我 我们会再见 那他先生就离开了 很安详 当时说完这些话 他先生也很安详 离开 没有什么 好像很遗憾 那个痛苦 但是留下的就是这个太太 那么恩爱的生活 二十年间 师生离开了 很失落 过去那十五个月 抗癌里面 推师生去喝茶 去逛街 陪伴他 甚至帮他洗 所有这些东西 突然间不需要做 他觉得很空虚 很失落 很忧 很仇 但是有一天 他在崇拜听到的时候 听到牧师说 我们不要常常在那个忧仇里面 我们不要在那个伤痛里面 他觉得好像突然间 圣灵在他心里面 帮他说话 他说你不要再困你自己在家 不要困你自己在这种情绪里面 你应该走出去 你应该去照顾别人 他就去参加一些探访 去帮助其他人 令到他的生活 走向积极 两个原因 第一 他知道他帮他的先生会再会 第二 因为他遵行主耶稣的命令 去照顾别人 大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救恩 是告诉我们 我们是会再见的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再见 那我们 是不是觉得 我们不可以不讲给人听 如果那些人没有这个生命的盼望 我们不可以不讲给人听 我们 我们必须要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告诉别人 必须要带领人家的信 耶稣我们岂可空手回天父 待会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我们先做个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 你的复活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保证了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 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结束 我们都一样会复活 你回来接我们 或者我们提了我们去见你 我们知道我们会复活 我们帮我们所认识的人 都是会再见 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 我们肯定激动我们的心 要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别人听 免致我们空手回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讯息到了 多谢大家 好多谢苏穆斯给你这么好的信息 主耶稣说 祝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当我们真的会再见面的时候 我们会为神预备了什么呢 为唱首回应的诗歌 请大家起立 起可空手回天家 紫梅唱第一节 第二第三节 黎兴 紫梅唱第四节 全部的副歌一起唱 因为这首诗歌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唱了四节 当我唱这首诗的时候 很感慨 亦都很惭愧 到底我们是怎样去见我们的天父呢 他的首诗歌说 两手空空回天家 何能如此遍恩主 未领一人归向耶稣 岂可空手回天家 我请诗诗歌 谈一首诗歌 一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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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技术的问题 所以请大家 特影子陪先坐下 如果谁 如果谁会背这首诗歌的副歌 就一起背下 那我们明天就唱 静歌 OK 请诗诗歌 一首诗歌 一首诗歌 全能如此遍恩主 你永远一人归向耶稣 喜过哄就会见价 今天离开我不会 但只这途征就我 但我尚能够方守见价 却非等所生人口 两首空红归会见价 可能与前见仁传 你永远一人归向耶稣 你永远一人归向耶稣 我甘愿一人归向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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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欢迎你 希望下个主日都见大家 下个主日的私息人员 都印在程序表上 我简单报告几个重要 其他请大家在电影节目 带程序表自己详细地看 中文团契在4月23日 星期六晚上7点半 我们有个主题是讲汽车的保险 请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兴趣 回来听听 多些我们有生活上的知识也好 母亲节是中英文合团的 大家在弟兄姊妹留意 中英文合团在5月8日 是10点半 时间是10点半 你不要早来 早来你可以在此等 身体健康的 大家为他们祈祷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唱赞美诗 然后请苏牧师为我们祝福 大家继续 erhalten中文旺 大家为母관 还有狗星打赞美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蜜土将我们三会